哈喽各位小伙伴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伟啊 那最近从前已经到9月份了 没想到还是这么走 不知道你们的电费还顶不顶得住呢 那好消息是啊 马上呢国庆小长假 哎 要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呢 那外地的朋友呢 可能只知道什么红牙洞解放碑这种热门经典 本地人肯定是不愿意去的 那最近呢 哎 阿伟也是收集了几个那种小众 而且值得大家去的那种阿卡底儿 那今天呢我们也不了主意 也不说车对吧 然后先带大家去一个号称 重庆小连仓的地方打卡看一看 那像这一些打卡点的一般啊 都是在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自驾过去 最近啊 说来也巧 我们刚好呢 在深度体验这个全新上市的一个PASA的Pro 今天我们就开这台车呢 带大家去瞧一瞧 然后今天呢 阿伟啊也会化身摄影师 待会呢给咱们的艾成的来几张 大家也可以评判一下 咱们的拍照技术如何 连仓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日本的地面 它出名呢是因为沿途呢可以拍到这种立铁的铁路网 然后日漫大家都看过对吧 里边呢经常会出现这种铁路场景 看着呢就是那种很唯美很浪漫的感觉 今天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呢就有这种风格 那咱们就准备出发 你好大众 听着呢 导航到重庆车辆西段 找到多个结果 你要去哪一个 第一个 开始导航 打开空调 风调已经打开了 风力设置三档 温度20 以前不完成 那去这种地方 我觉得还是得听那种比较浪漫的歌曲 所以啊 你好大众 听着呢 播放初恋 好的 为什么说不建议大家去那种热闹的地方呢 就是温馨提醒一下大家 去年重庆啊 作为这种网红城市 游客接待的数量是全国第一 你就想吧 你有机会进去那种金点 对吧 你还有机会出来 没有 然后来重庆 自驾 打卡要注意什么 就是网上很多段子 大家也看过啊 什么八地 地形 然后导航呢 也是百度推 推这个高德 高德又推百度 欢迎使用高德地图 您已进入重庆市 由于地势复杂 接下来由百度地图为您导航 百度地图为您导航 前方右转 有个本地人 请下车问您下路 本次导航结束 再见 反正就是重庆开车特别麻烦了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有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台头显示 然后还通过前面那个摄像头 给你把这种实景路况 然后呈现在这个仪表盘上 就是当你不确定这个路的时候 你就看一眼 不管前面几个路口啊 几层啊 然后多少个弯这种 你只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会给你把那个在什么时候转弯啊 这种路线都给你标注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不会迷路了 然后咱们呢再聊点题外的话 其实有了之前呢 我去云南自驾游的经历之后 我就觉得 其实像这种长途自驾啊 你开油车其实挺方便的 你不用担心说 现在还有多少电啊 多少续航这种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油耗续航 其实只剩下100多公里了 但是呢我们丝毫不慌啊 然后空调什么的照样开 因为我们知道就路上 对吧 加油站什么的特别多 你不用去操心说待会啊 什么抢装啊 排队啊这些东西 不用特别方便 然后这台车呢 虽然说是一个油车啊 那这个动力系统呢 其实大众已经用了很久了 然后调教呢也非常的沉水 你看我这样一脚下去 哇 有没有那种感觉 听到发动机的咆哮声音了吗 实话讲 我不是很喜欢在中午之后 这个时间短的去开车 因为咱们中国人都有五岁的习惯 然后到了这个点 其实会容易犯困 那这台车呢 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功能 就是座椅按摩 如果说你觉得有点累啊 有点疲惫 对吧 你把这个功能开一开 可以缓解一下 你这样的一个疲惫感受 再教大家一个就是能够缓解你开车压力的方法 那就是合理使用这些车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 现在呢 很多这些车啊 它都有这种L2级别的辅助驾驶 那你去了解完这些功能之后呢 你合理使用就能达到一个试办功倍的效果 像咱们这台车啊 它整体上呢 是给你配备了很多这种辅助功能的 级别呢 是能够做到L2加级别的 所以你用起来对吧 像这样我们开起来之后呢 那它在这种高速路上呢 车比较少的情况下 你用起来真的就是特别舒服 像什么想变道了 你这边打下波杆 然后呢 它就自己识别道路情况 能不能进行一个变道 这是不是就帮你省掉了很多开车的一个操作呢 OK 那现在呢 我们终于啊 是已经到地方了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可以近距离感受到这个铁路 然后这边和谐号 对吧 大家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那如果说你想到这个地方来呢 直接在导航上面的搜索 重庆西车辆段 然后这一路上呢 其实沿途呢 也有什么饭店啊 那些 所以来这边呢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很有那种老虫性的感觉 既然来都来了 对吧 这个攻略肯定也要给大家做到位 像这种地方呢 其实啊 它的娱乐性不是很强 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大家打卡拍照的这个需求 所以呢 来这个地方呢 尽量挑一个时间这种阳光比较好的时候 然后呢 穿搭方面主要就是偏这种日系啊 偏休闲的 你来这个地方呢 尽量就是在日落傍晚之前 在这边 那西边对吧 大家可以拍一拍日落什么 那种光线也特别好 那重点要强着一下 就是这边呢 越铁路是完全开放的 没有封闭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距离 不要进去影响这个交通运输 那接下来呢 色影尾上线 现在呢 咱们先用长焦拍几个爪 正好这个地方呢 诶 有个和谐号 然后跟咱们的车呢 可以形成一个对比 那现在呢 我换了一个比较远的视角 利用这个长焦呢 来压缩空间 我换一个标准的变焦镜头啊 焦段呢 用到三速光圈呢 是5.6 来一张来一张 哇塞不行了 兄弟们 重庆这个天 真的是太热了 还是车上吹着空调 然后暗车膜束缚多了 那今天我们的打卡 就算是正式结束了 那今天阿伟的这个 摄影表现 大家能打紧的清点喷 那下期咱们去哪 诶 这个答案啊 我们留着下期再揭晓